- 也沒有特別有什麼目的性 就是說應該有很多人都會有這樣的情感在 那我其實有時候在寫歌的時候 他不一定是我自己的心路歷程 而是很多人 就是我會去捕抓這一句話 就野城鄉走進你的心底 這句話的重點 那他其實就是在講說 我也很想要讓這個感情可以 就走進他的生活裡面或什麼的 但最後可能結局會不一樣 都會有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會 在某一個時期都會有 一定有這樣子的狀況發生過 不管他是長或短 對 所以你自己最有感覺的一句歌 就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歌名吧 就是野城鄉走進你的心底 因為這句話就貫穿了這一首歌 整個在描述有所有東西 被媒體偷拍啊 沒有 我覺得就是很常會遇到很多歌迷 或者是 尤其是現在就是好像是 大家都人手都有一個相機嘛 手機這樣子 所以 例如說你在Track上面也會看到有人說 我在哪裡哪裡遇到遇到你 遇到陳英九 然後就是也不管你同不同意 就是先拍了再說 就是 對這樣的現象就是 好像也只能習慣 就是 就是你是一個公眾人物的話 就都會有這樣的 情況發生 那你說有趣嗎 好像也不怎麼有趣 就是 就是有時候也想要就是 不要被打擾這樣子 對 因為我這個好像就比較 呃 比較平靜一點 就比較不會有 太大的反應 其實這次是因為用 是用有點像偷拍的角度 就是 有一點像是一個 遠處的觀察者 那種上帝視角在看 就每一個人的時候有沒有 記錄一下 譬如說像我是可能是從 從女朋友家出來啊 或什麼等等之類的 在這一段的路程 路程跟過程中 然後被一個 不經意的記錄 然後就是它是一種很 隨處可見發生的事情 那就跟 呃 就有各個歌迷一樣 大概是這樣 嗯 那你偷拍的方式有比較輕鬆嗎 其實也沒有 因為我一直想說 是不是偷拍就應該要很自然 但是我就是還是會覺得是 在拍照 就盡量讓自己像是在那個 被偷拍的狀態 可是因為 平常那個雷打 本來就很敏銳了 所以就是會 需要再 可能要喝一些酒之類的 但可以啦 我覺得應該 剛看的一些照片 大家好像都覺得還不錯 我一直想走進你的心底 如今你也離去 所以我會 這個今天是在拍攝這個 野城想走進你的心底的 那個封面 然後還有拍一些 Lewis等等之類的 那這首歌呢 會在 10月9號正式上線 然後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 這首新單曲 收工 拜拜 拜拜